每年在露營區產生的定位交易 將近18億 爛肯之處沒有多久 就會撒上草種布滿履營 搖身一變變成新履的露營場 針對農林運用力去 目前大概有合格 申請合格的一些休閒農場 只有2% 高山上的市外桃園 露營這個產業 它已經升級為百億的產業 200萬人露營商機 我覺得政策的合法性 很多東西是要用錢去堆出來的 可是在我們原住院講解裡面 我們願意用這樣一個土地 現有的條件 我們用最少的錢去 把我們的經濟 跟怎麼在上上生存這件事情 達到平衡 是親近大自然 還是扼殺山林生態 更不要去談說後續的 這些什麼環境 水團 繳稅的問題 因為你第一關 用地就是不准你車的問題 偶陽根本就離開去 了解這個產業 它是貴的產業 還是破壞的產業 Family 露營與寶育 Family 露營與寶育 對於是貴的產業 對於是貴的產業